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想问的是你们这些栏目组和这些请的这些老板们 你们每天在这里做秀你们累吗 今天我可以说云农业是怎么做的 我有我的想法云农业未来怎么做 包括你那果汁企业怎么做我是有想法的 但是你们都没给任何机会 那么我怎么去解释 所以我觉得这项没法录下去了 的确到了53岁的年纪上来要有勇气 也需要勇气 但是那是对有自知之明的人需要勇气 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不需要勇气的 要5000块钱也不算没有自知之明 不是5000块钱的事儿 是这些事儿你说的完全不靠 你能够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 不是说什么热你就做什么 你又懂EAP很热门 EAP员工心理员工 你又懂AI 你刚才说你的期货有深入的研究 对 我不知道你还有其他很多 可以要不要不要不看我的看我的那种 你怎么可以把知道的皮毛 认为自己是很精通的 你都53了 说话能不能靠点谱 如果今天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孩子干净 说我父亲53岁年纪 在别人的一批嘲笑声中来进行应聘 你认为谁伤心 咱能不能自己给自己一份体面 没有展示出来的能力吗 没有说出来的话 咱可以重新展示 重新解释 咱自己解释 咱自己被自己证明对吧 王喜庆人如其明星格喜庆 他与培训师岗位的匹配度为67% 优点在于他的激情 他的脚眼能在第一时间抓住人的注意力 缺点在于知识储备不足 喜欢说教别人 但不太服从上级的领导 说到最匹配的企业家 应该也是全场最优秀的培训师 也是说话最让人相信的那个人 他是咖啡之意的尹峰 尹峰有明星气质 他本身就是一张让人信服的名片 你看他一笑 我就想去他那里喝咖啡 我觉得小冰今天一定喝了一杯一咖啡 嘴这么甜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你们面对面 都说一句为自己壮胆的话 任何坎坷和荆棘 都是我王喜庆成功的肥料 我退路了 我想退路了 为什么 我承认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活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活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希望以后走出来 这是非你目鼠给我最大的帮助 我希望回去以后 更加的努力学习 然后多锻炼口才 我败的心服口服 一直在从农村跑到这来 不容易来唱歌 明白了 他讲完之后 我想问一下 这三位留着灯的老板 这是现在我要问他们三位的问题 接下来三位 在小白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 你们选择 让他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为什么 我能说句话吗 其实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你最有热情的那个时候 但你讲这个事的时候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一点点光芒 但并不多 所以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就是人生最大的破产 对不起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我能先说完吗 今天我很高兴 也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 跟各位非常成功的boss在一起聊天 我不希望这个节目播 对不起 再见 有个性吗 有个性吗 大陆 所以乱走了 自己走 秀才 秀才 秀才有将军的秀才 我觉得如果做 他刚才 刚才才谈到要包容 刚才才谈到要包容 作为一个失者 要包容 在对任何线上 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下 摘掉也起码了 所以起码的礼貌 尊师重道 所以起码的没有 你现在怎么办 你只有我做 我怎么做啊 他今天怎么这样 你只老师就可以这样啊 哎 那个 这个节目如果这要播出去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你不想跟老板 你去解释吗 对